同戏不同命。 七月与安生两大女主角夺影后,男主角却没存在感。 七月与安生两大女主角夺金马影后成当红花旦,而男主角却默默无闻。 文一床情书。 十七日晚某活动上,七月马思纯与安生周东宇再度合体,比心靠间大秀有益。 众所周知,马思纯受姨妈奖文力提携七岁出导演戏,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戏,2015年平吉苏有捧迟导的处女作佐尔中个性张扬放肆,且敢爱敢恨黎巴拉提名金马奖最佳女配角提名,继而主演了《蜜月传》,她来了,请闭演,盗幕笔记等热门影视剧。 2016年平吉苏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美丽善良却又拥有反叛心理的优等生七月斩获金马奖影后。 继而主演了《将军在上》,《成红年代》,《敌人节之四大天王》,《乔迈峰长》等剧,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影视剧《花旦》之一。 周东宇十八岁时被张艺谋发掘,《评级山扎树之恋》中的女主角静秋一夜窜红,继而片约不断,虽然都没能超越山扎树之恋,却磨练了她的演技,也为她的演艺道路积累了经验。 2016年评级电影《七月与安生》中的李安生夺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且被媒体评选为内地九十后四小花旦。 除了拍戏,周东宇还成为大热网剧《春风十里》,《不如你的出品人》,同时跟北颖师兄、姐、黄晓明、赵薇录制中餐厅,而今年四月,她和景百燃莲和主演刘若英的导演《处女座》后来的《我们》占获13.6亿票房,令她的事业再次迈上新台阶。 相比之下,《七月与安生》中的男主角苏家明扮演者李成斌的星图却比较暗淡。 李成斌入行初期以模特工作为主,2013年被郑元唱《法觉并签约》,参演了《重生爱人》、《六弄咖啡馆》等剧,事业不温不火。 2016年,《七月与安生》上映后备受好评,并且获得七项金马奖、十二项金项奖、五项金鸡奖提名。 两大女主角马思约和周冬于战获及马奖影后风光大作近身位已现花旦,而李成斌却灵提名。 此后,李成斌参演了《一把青》,《求婚大作战》,春娇就致命,我的爱如此麻辣,原来你还在这里等剧,却成了张艺兴、韩东军、于文乐的陪陈。 5月16日,李成斌搭档内地女星王珍儿主演《上海女子图鉴》播出,结果被配角李献和友情客串的盛一轮抢风头,令其一直没能冒出头,真是同戏不同命啊。 7月与安生中林7月的妈妈由内地资深演员李平扮演,她70年代末入行,参演了《烫过男人河的女人》、《大宅门》、《鸡脸小不懂》等剧,2015年在夏洛特烦恼中扮演风趣搞怪的夏洛妈受到关注。 7月的爸爸则有实力派演员蔡刚扮演,早前曾在剧版《微微一笑很清晨》里扮演《笑奈父亲》。 而安生的妈妈游香及《八十后女演员萌香》、曾庸明、蒙婷怡,扮演《她入行后》参演了《窗外有张脸》、《乱世豪门》、《玫瑰江湖》、《艺震》等剧,多以配角为主,知名度不高。 值得一提的是该剧导演曾国祥,他是娱乐大亨曾志伟的儿子,2001年以演员身份踏入演艺圈, 2010年转型担任导演,并以《恋人叙语》获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提名, 2016年评级《七月》与安生获得包括金马奖、金象角等多个奖项的最佳导演提名, 祝其事业登上高峰。 周在今,迷缓《八月》 published。